球场上墨迹传球 临门大脚一踢直贯球门 这种热血沸腾的场面 短期内恐怕看不到了 武汉肺炎席卷全球 欧洲疫情升温 欧洲五大足球联赛 英超 吸甲 溢甲 得甲以及法甲 多名球员及教练确诊 赛事战时停摆 欧组总欧洲联赛在官方宣布 8月3号之前 必须结束本赛季的欧战赛事 赛事空转球队财政 受到空前冲击 根据外媒报道 得甲 英超 酝酿5月或6月 以闭门比赛的方式恢复赛季 但国际组总主席 英凡提诺表示 反对各联盟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冲击赛事 英国疫情严重 英超复赛日期一言再言 现在计划希望能在5月重启训练 6月1号恢复赛季 5个星期内完成92场赛事 否则光是转播 可能就赔掉一笔可观的费用 专事综合报道